大家都说男人越坏女人越爱,事实也确实如此,在异性的交往中,女人往往不会太喜欢那些太古板太老实的男人,因为这样的男人很难给他们带来恋爱中的自己感和浪漫感,也正因如此那些钢铁直,男也在追爱的道路上越走越偏。 当然今天小编与大家聊的所谓男人的坏,指的并不是那些在感情上伤害女人的坏,这样男人的坏现在已经被统称为渣了,那么男人到底在哪些地方越坏,才会越讨女人的欢心呢?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,在相处时,多制造点肢体接触,不管在任何时候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害羞,矜持,特别是在感情中,女人永远都是被动的那一方。 热恋时的女人其实也可,望着跟男人发生肢体的接触,所以他们的潜意识里都,不会抗拒自己男友与自己发生肢体上的接触。 在热恋中的女人甚至还,会时不时地暗示着自己的男人。 如果男人在这方面不主动扁,不坏,扁的话,那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势必会离你越来越远。 所以说在和女人相处时,在适当的时候去接近对方,有技巧地制造身体上的碰撞,这样才更容易给女人带来刺激感。 这时候的女人也会慢慢地对你敞开身心。 二、言语上的挑逗聊天交流,在人与人的社交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 在感情中更是如此,每对情侣都是从最基本的交流沟通中开始发展起来的。 所以说语言是人与人沟通最基本的一座桥梁,更是异性交往时,增进感情的一件必需品。 所以在与女人相处时,不放在言语上耍点坏,说点昏段子,调解下彼此的情趣。 你的想象有多大语言的魅力就有多大。 很多时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往往会让人浮想连篇。 所以男人一个懂得在言语上耍坏的男人,往往更讨女人欢心,但这也需要把握好一个度。 如果超过这个度就很容,必让女人觉得你是轻挑的人,掌握好这个度。 在言语上坏坏的挑逗女人更能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,让女人越来越爱你。 三,约会时,适当的耍下坏,约会是每对情侣相处时,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 而约会的时候,女人往往不会喜欢那些过于呆板的那人,总是一副木讷的样子。 完全让女人在约会的时候,或感觉不到丝毫的浪漫感。 相反,那么在约会的时候,坏坏的男人,更容易赢得女人的放心。 他们总能在约会时及女人带来意外的惊喜。 例如在约会时,趁她不注意偷偷地亲她,又或者偷偷地抱一下她等等。 这样坏坏的一些小动作,非但不会引起女人的反感,反而会让女人在约会的时候感觉到浪漫感。 这样才更容易让她越来越爱你。 总结,男女之间的相处,往往都需要适当地耍坏,来调节平淡的感情,让彼此的感情迅速升温。 虽然在相处时,女人都会存在矜持害羞的表现,但当男人能够巧妙地利用坏,来突破女人这层防护。 此处已添加小说卡片,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,表达出亲密感时,女人也会因亲密感而产生需求感,从而也会越来越爱这个男人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,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,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 感谢观看